Yeah Are you having any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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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having any fun? Are you having any fun? 欸 歡迎收看 What's up Hi Pearl 我們今天請到的一位特尾來賓 沒錯 就是我們的李懿 嗨 大家好 我是李懿 鞋頭李懿 沒有沒有 不要說鞋頭 愛鞋人士 愛鞋人士 鞋惡分子 鞋惡分子 愛鞋人士就好 OKOK 那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呢 主要就是跟NB有關啦 還有最近開打 這是我最喜歡的 沒錯 我剛剛李懿相見的時候就在看那個 今天的比賽 沒錯 我會喜歡球鞋是因為從1995年 Jordan11代然後開始開公牛隊 之後開始注意籃球 然後NBA 然後球鞋 那你自己有關注說NBA那麼多的球隊 你們自己最喜歡哪一隊嗎 就公牛嘛 小時候大家都公牛 長大之後 我還是會嚮往以前我們學校練球的那個方式 就是團隊籃球 所以我蠻喜歡勇士 因為勇士打球真的是很好看 很難守 是因為每個都跑來跑去你知道嗎 然後 對然後 然後大家不會爭那個球權 上一季看完那個Final的時候還蠻喜歡Dembron 本來是很討厭他 但是後來 後來就變成他真的 然後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有一天居然會去 在季後賽的時候去買他的球衣 喔你真的喔 在買他的球衣 雖然他給我馬上轉隊 然後但後來還是拿上去搞了一件浮人的 對對對 籃球的魅力在這邊 你可能會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就突然喜歡一個球員這樣子 但勇士還是我這一季一直很關注的球隊 你是喜歡他這個球隊嗎 我喜歡他這個球隊的風格 沒有特定是 Curry我還蠻喜歡的 Curry 因為他就是真的我覺得 就我們不認識他 但你覺得好像感覺好像跟他很熟 跟他打球應該會很開心的那種感覺 很親切 對對對對對 不是不用動啦 就是你會覺得說好像 好像跟他打球就是那種 他也不管你是誰 他就是會傳球給你 然後讓你相信你的那種 對相信隊友 那Kobe呢 哇這樣 Kobe 很尊敬這個球員 但沒有特別喜歡 真的沒有特別 但是他最後一場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在拍戲 躲在我車上看 我車上好像那時候 我裝一個那個小電視 因為那個在等嘛 要下大雨 以前都會在現場等 就是忽然會叫到你 但那天有人跟他們說 不行我要看球賽 然後就躲在車上 然後等到60分那時候 我還記得我真的有流眼淚 所以你就會想到說 最後一場來告對 對因為他的出道也是我 剛開始看籃球的時候 他96年的嘛 那我那時候13歲 也是剛開始看籃球 我永遠記得 他在灌籃大賽那個冠軍 那個胯下灌籃那個冠軍 然後一進去就是他冠軍了 然後就一路這樣 怎麼已經過了20年了 他已經打這麼久了這樣 你現在是歲月的那個 對對對對對 一點是歲月 一點是遺憾 歲月大過的遺憾 那你覺得說 NBA球裡面哪一個球星 影響你最多 其實我覺得講Jordan會不會太老套 沒事沒事 不會OK啊 對就還是其實蠻喜歡他的態度跟哲學 再困難他都不放棄啊 對啊然後也是相信自己這樣 我覺得這還蠻適合在 不管演藝圈就各行各業啊 對啊 上面擺很多雙鞋子嘛 有幾雙是你自己帶來跟我們分享的 那有幾雙是最近Nike出的 有關NBA的Air Force 那沒看到很多配色 這應該公牛吧 欸 欸 是嗎 是嗎 火箭也是 我覺得 這勇士啊很明顯啊 藍黃啊 這個其實因為 這個我就不知道 因為這個系列是NBA Pack 它其實是用NBA球隊的球衣靈感 設計配色 所以不一定是哪一隊 但是有些比較明顯的像這個 就一定是 這是Miami啊 感覺好像那種難堪配色 嗯 也是蠻兵分的 因為下一季NBA開始有 對球鞋解禁 解禁了現在 我覺得李一看到這些多彩配色 應該會覺得 很有感情有什麼樣的 就是看法或什麼 我覺得對於解禁這件事情我非常開心 為什麼呢 就跟我們讀書一樣 只能穿白鞋 忽然之間你長大可以穿 花的球鞋 我相信那些NBA球員 一定跟我們一樣 興奮了 你看像PJ Tuck那麼多鞋 他現在終於可以不用管 對 我可以想要穿哪一雙 就是要穿哪一雙之類的 除了品牌 他們可能有簽約的要考慮之外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可以把個人的風格 或是說可以讓球迷 或是讓球鞋商可以製造出更多的PE 更多的限定的東西 讓大家 我覺得這個商機跟著 就雙贏啦 之後出了還蠻多蠻酷的東西 像我那天看 巫師隊的比賽 Jung World都穿了一雙他的衣帶 但是是整個螢光的 好帥喔 因為你會覺得 巫師的球衣也是有紅色的元素在裡面 他突然配一個螢光的這樣 就覺得很特別這樣 全場的焦點 然後KD忽然穿了一個黑黃的KD11 你也覺得是還蠻帥的 對 就是跟以前看球 跟現在看球的重點也會不一樣 就會開始看他們腳上穿什麼球鞋 但是很多人應該對 Air Force以前是籃球鞋這件事 比較沒有什麼印象 因為現在其實比較少人會穿著Force去打球了 就讀書開始 就喜歡潮流之後開始那一陣子 大概2000年到04年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那時候台灣潮流一個還蠻發展的一個地方 陳冠希他們把這個東西帶起 你就覺得就是那時候 就是每個人一定都有一雙Force 沒錯 而且全白的 學校只能穿白的 對啊 全白有一陣子還很難買 然後還出什麼限定什麼blah blah的 金色邊線 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每一年 對我來講比較有印象是 那時候不是都會 我們是華人嘛 都會出那個生肖的東西 喔對 十二生肖 然後我的印象是 那馬年那一雙紅白的 我陪我朋友去排隊去買 那雙球鞋是他要送給他女朋友 因為他覺得很有意義 因為以前那時候畢竟ID還沒有那麼的 那個發心聲 就是不能自己做自己的東西 然後客製師那時候大概是餓死的狀態 沒人找他畫這個狀態 對那時候就是因為資訊不發達嘛 對 Rush Wallace 他穿Air Force打球 他都穿Air Force打球 然後那時候還出高筒 然後有他的那個Logo 然後 而且他滿常出那種漆皮的亮皮的 特殊材質 對對對 然後明明超級難穿 然後我們還是覺得 就是一定要穿去打球 這樣 所以這其實是從朋友那邊 轉手到我手上 他是 16年超級杯的那個50的那個紀念版 他是在究竟3辦一個活動 然後Nike做了82雙的 只送不賣的鞋子 對它是Sample 喔Sample 它裡面有一個Sample 哇 那種金屬的這種 魚鱗麵料 我覺得質感非常棒 我現在買鞋其實變成不一定要穿 是買一個 收藏的 回憶跟一個 Fragment這個單位 是我自己從 玩潮流去到 我就很喜歡的單位 那當然就是 我覺得這一個 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因為 它的底是新的路 就是真的比較舒服 可能工作結束很忙 你忽然就整理鞋 就這樣看著 就覺得好像把他帶到那個時空去 那種感覺 哇 陷入一個 太累我換了 其實這新聞蠻怪的 因為你那邊看過來 你那邊 拿了一個鞋在那邊看 好奇怪 然後那個燈光打下來 就很淒涼的感覺 Spotlight那種的感覺 不管是球隊還是 球衣的配色 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個 這個或這個 藍彎是不是 對 所以你比較喜歡亮一點的 我比較喜歡亮色系 就是FORCE我比較 因為我穿FORCE很常穿短褲 就算不會HIP HOP 你也覺得自己好像是個HIP HOP 很怕的感覺 走在路上就是有節奏起來 這種感覺 這也要看衣服是不是 對 那我問你來了 那為什麼 你不是說你以前很喜歡公有隊 那為什麼 雜分這些是公有隊 沒有得到你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 對我來講 或是 我說我自己 因為我皮膚比較白 我覺得這紅色 要適合皮膚比較黑的人穿 所以你會覺得 NBA球星穿紅的都特別好看 Waste Blue 對好像是 他們穿真的都特別好看 那你覺得以前 就是現在新款的FORCE 跟以前的FORCE 對你的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我覺得不一樣 以前我覺得以前是一個 好可能選擇沒那麼多 它就是一個 開發出來的東西就是這樣 一個裝備 對裝備 那現在變成很多選擇 但現在 變成說有以前復古的精神 可是把整個材質 什麼通通都在提升 用那個裝備來比的話 就是 可能JODAN會比較 比Kobe厲害 對因為Kobe拿的是 比較科技 更新的科技 那以前JODAN可能就是 那種很厚的啊 皮革這樣子 對 所以常會開玩笑說 以前的球員比較厲害啊 現在還有誰可以穿五代 六代打全場 不要啦不要啦 會受傷 會受傷的 櫻木花道 就真的是漫畫 開玩笑 可是李懿今天穿的 其實腳上也是FORCE 對 Just do it 沒錯 因為我覺得它細節很多 很多標籤啊 解構的一些東西在上面 其實把Nike的元素都放在上面 然後我個人是很喜歡 我覺得FORCE是 對我來講是 喜歡籃球跟喜歡潮流的人 一定要有的 他突破碰點 對 他等於是把那個 貫穿的運動跟潮流 把它貫穿的 這是一定要有的一個元素 而且是你喜歡Nike這個牌子 一定要有的一個東西 因為經典款 經典款 對 今天李懿跟我們分享非常多 他自己的收藏 還有他的一些 對Air Force的看法 沒錯 那我們Air Force 今年它是六年吧 那期待未來Air Force 37 840都會帶來一些 不同的一個樣貌 不用期待 肯定會 肯定會 好我們謝謝 今天很感謝提供 我們乎桑 沒有當來賓 謝謝他 耶 我們下午見啦 拜拜 拜拜